中国南方许多省份现在正在经历严重的洪灾 但是豪雨特暴依旧持续 苹果日报报道 自从6月份开始 中国各地传出豪雨沉灾 而昨天又发出豪雨特暴 长江沿岸超过900座的水库已经达到满水位 现在正在全力泄洪以应对于事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 湖北全省有680座水库水位超过逊泄水位 目前正在按照规定全力泄洪 此外安徽省也有265座水库超过逊泄水库 目前也同样在加速泄洪 而重庆即将昨天降水暴涨 形成80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基江沿岸的商铺全部遭到淹没 根据报道 洪焕已经造成重庆市基江 乌山26个区域 21万人受灾 11点万人转移避险 超过200间房屋倒塌 农住屋受灾面积7.3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2.1万元 而贵州也有许多乡镇被淹没 目前已只有三个人死亡 而预计接下来四天起 贵州、重庆一路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会持续 暴雨范围将会扩大 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西等地 都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 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需要提高警惕 而昨天中国国家房总与重庆、贵州等相关机构联系之后研判 要重点防备局地强降与引起的山洪地质灾害 除了必要的巡查以及防备之外 提前发布预警避险讯息 果断转移危险区的人员 保障人民财产生命的安全 而除了暴雨形成的山洪让外界忧心之外 关于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也是近期重点讨论项目 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 有心地表示 三峡大坝的工程根本没有政府夸口的防洪能力 他表示三峡大坝现在面临长江中上游暴雨 下游也暴雨的极端气候状态 大坝溃提的风险永远存在 而且中国的大坝在世界上溃提率最高的地方 是平均水准以备之上 不过现在中国官媒以及中国三峡集团 皆否认大坝出现变形问题 表示三峡大坝有三厘米左右水平移位 但是只属于弹性变形 是正常建筑现象 表示不需要担心三峡大坝溃提的问题 中国长江中下游因为连日暴雨 出现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洪水 桥梁被冲垮 铁路被冲断 还有三层的楼房被洪水冲入江中顺流而下 有部分人士担心长江沿岸六亿人 恐怕面临三峡大坝随时会溃提的危机 但是当局去严控网络讯息 不准发布所谓不负责任的消息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受到降雨影响 重庆基江江景等地受到洪水侵袭 从重庆民众自行上传至网络的现场图片跟视频显示 在街道上面洪水呈现瀑布状直线 众多车辆都被泡在水中 有些私家车子甚至已经被淹没 位置在低洼处的店铺也被水淹没 但是这些经由网民发出的视频受到阻挠 有网民发帖披露 重庆市公安机构已经紧急通知 如果发现有人在网络上面或是公开场合 发布所谓不负责任的消息 一经查试立即逮捕法犯 绝不姑息 不过当地网友朱女士认为 当局很难掩盖跟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消息 她还表示这是重庆政府很愚蠢的做法 她认为自然灾害根本没有必要去掩盖 这起灾难越快发出通知 就可以越少避免损失 而重庆法律学家宋剑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当局隐瞒洪水 隐瞒三峡大坝的安全性议题 跟隐瞒疫情的目的如出一彻 当局封锁这些讯息 民众无从判断要怎么做才能更安全 所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 每一次重大的灾害 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害 所以说当局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认为不可能把救灾的工作做好 宋剑生表示当局每一次封锁讯息 都是为了达到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 从而掩盖他们自己无能的表现 而据了解目前这场大红炊 中国官媒大多采取忍处理的态度 不过在此同时 中国官媒对于三峡大坝的说辞 也正在逐步降格 苹果日报指出 中国网友盘点出新华社对三峡大坝的报道 从2000年 三峡大坝出现大面积的混泥土裂缝 在填补之后 2003年 新华社发表三峡大坝固落金汤 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文章 表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才是三峡大坝质量追求的目标 而时隔四年之后 三峡的防御能力变弱了 2007年新华社的报道 改为三峡大坝 可以预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 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总经理李永安 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改为宣称 三峡大坝有能力可以抵御 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但是他也表示 这并不表示 长江防洪就可以高正无忧 到了2010年 因为长江上游发生水患 在央视新闻评论节目里面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奇华 竟然表示 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大坝身上 对此中国网友吸称 这9000年过得还真快啊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在6月份接连受挫 自由时报综合南华早报报导 坑雅上述法院法官表示 坑雅铁路公司没有依循政府招标采购程序 非法扒包给中资公司 该铁路计划被批评造价昂贵 华而不失 坑雅权益运动人士欧姆塔 以及坑雅法律协会 2014年提出这期诉讼 认为蒙娜铁路是公共建设计划 应该要遵循政府招标采购程序的公开透明 但是坑雅铁路公司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也没有进行独立的可行性评估 而是由合作的中资企业免费进行可行性研究 这个案件在高等法院被判败诉之后 提出上述近日宣判违法 蒙奈铁路由中国提供贷款 中国央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中国路桥建设公司 以及坑雅铁路合作兴建 总造价大概82亿美元 分为三期施工 前两期目前已经完工启动 只剩下第三期路段 中国方面以等待可行性评估为由 证实冻结资金 而该项目是坑雅独立50多年以来 最大单笔基础建设项目 合约要求坑雅港口局每年提供100万吨 到2024年需要增加至600万吨的铁路货运量 为了要达到货运量 坑雅政府去年10月要求进口商 必须使用铁路运货 遭到当地业者抗议 指出用铁路会比原先使用卡车的成本 增加了50% 而该项目除了在当地引起争议之外 近日宣判发包中气的行为违法 也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带来新的难题 除了被判定违法之外 也有国家反悔跟中国合作项目 央广众和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指出 本月12号罗马尼亚政府宣布撤销去年5月8号 跟中国广和集团签署建设两座核反应堆的协议 这个宣示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在东欧地区 推动一带一路布局的一大挫败 罗马尼亚早在2014年开始筹备建设 切尔纳沃德核电厂的第三座跟第四座机主 吸引来自中国各国在内的众多公司竞标 最后剩下中广核集团一家 2019年正式签署协议 将投入大约70亿美元建置两座核电厂 这项投资被视为中国向海外推销核电建设 取得的重大进展 中国商务部曾经表示 罗马尼亚是一带一路倡议里面的重要参与者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而这项计划也是中国踏入欧盟核能市场的第一步 罗马尼亚方面跟中广核在去年5月签署初步协议 计划成立筹建核电站的合资公司 而其中中广核方面将持有51%的股份 但是今年5月底由罗马尼亚政府持股的 82.5%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指出 罗马尼亚经济部长波佩斯库 要求停止跟中广核进行核电站新机主建设的谈判 而这也宣告中国想要打入欧盟核能市场的野心 被迫中止 遭到中国拘留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的妻子 本月23号首度露面 他呼吁加拿大司法部长应该考虑介入中国华为财政长孟晚舟的引渡案件 释放孟晚舟以让康明凯早一点获得释放 同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谴责中国拘留两名加拿大人 单纯是因为证职因素 纵横媒体报道 被中国关押超过560天的康明凯妻子纳吉布拉 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装访时表示 他的丈夫不是间谍 这单纯是因为中国因为加拿大逮捕孟晚舟而做的政治报复 他的丈夫跟另一名被逮捕的商人麦克尔都是无辜的 纳吉布拉表示他很感谢加拿大政府透过许多方式试图营救康明凯 但是他认为加拿大政府还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单纯通过向中国喊话的方式已经不够了 他表示康明凯的家书里面写道 他被关在水泥重房的牢房之中煎熬度日 而是让他感到非常心碎 康明凯这段期间以来一直被关在一个单间房间里面没有出去过 560天以来他没有见过一棵树 也没有新鲜空气可以呼吸 纳吉布拉表示他咨询过法律专家 如果符合国家利益 司法部长有权在任何时间点终止引渡程序 不必等到完成引渡审判 纳吉布拉指出终止引渡程序完全在法治范围之内 应该就此跟中国进行对话而不是彼而不谈 报导指出外界普遍认为中国逮捕康明凯以及麦克 是出置于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的报复 二日前加拿大的法院宣布 有关孟晚舟从加拿大引渡至美国的听证会将会延期到明年4月底 之后中国随即申布正式起诉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商人麦克 指控他们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等罪名 当时就有人建议加拿大政府应该用孟晚舟来换取两名居留者 不过对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驳斥这个提议 他表示这将会削弱加拿大的价值观以及司法体系 他还说加拿大至今只能要求盟友向北京施压 以释放被逮捕的加拿大人 但是暂时还不考虑对中国进行制裁 而对于纳吉布拉的喊话 加拿大司法部也发声明指出 他们可以理解康明凯及麦克 持续受到中国任意拘押的事情 对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所造成的痛苦 但是基于政策 司法部只能在法官就引渡案做出裁决之后 部长才能决定是否下令撤销 加拿大前外交官 目前担任全球事务研究所副主席的柯林罗宾逊也表示 虽然司法部长的确有权力介入引渡程序 但是这个案子错综复杂 一开始涉及了中美角力战 后来演变成中国霸凌加拿大 他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依法而行 让孟晚舟的案子进行司法程序 这时候任何的政治操作都会适得其反 报道也提到纳吉布拉在这560天里面 唯一一次听到丈夫的声音是在今年3月 当时因为康明凯的父亲病重 所以中国当局遵循他跟家人通电话 纳吉布拉表示 当时通话时间是16分40秒 堪称是他人生最深刻的一个时段 而曾经作为中国维权律师 受到破坏之后而到加拿大避难的祝圣吴表示 中国的法律条文写得非常的好 但是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 当局任意拘捕中国或是外国公民 以达到某些目的已经是司空关键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 力推反贪腐运动 但是近日却传出有民众举报官员贪腐 却反而被指控敲诈勒索而被判刑14年半 其中公安部门送公告的指控罪证 更被法律人士批评跟造假没有区别 自由时报报导 武权被羁押两年半之后 案件近日宣判 张口市敲西法院裁定他敲诈勒索罪行成立 并且被判决要囚禁14年6个月 而曾经为武权辩护的律师黄汉忠 本周二表示法院的判决让他非常惊讶 而家属仅仅收到判决结果 至今都无法掌握判决书的内容 黄汉忠表示这个案子不属于中国当局 所讲的所谓的冤案错案 这完全就是一个假案 三年前武权在网路上 实名举报张家口市政协主席王江 当时武权列举的王江 作为屯路县县长跟书记 其间强征农民土地 低价出售酒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以及瞒报宽难等多项罪证 当时有宽难家属辗转找到武权律师进行维权 武权律师在维权过程里面 了解到了相关事实 因此才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发现张家口市有关机关在处理 犯难过程之中 跟旷主有具体的利益交换 所以瞒报了相关的灾情 黄汉忠根据武权跟家属的情述 认为当事人不具有敲诈 勒索的犯罪事实 也缺乏相关的动机跟目的 而张家口市公安局 找上门将武权刑事拘留 在公然的对外征集武权的罪证 这种先拉人在收集证据的手法 在当时引起了争议 有法律罪人士表示这是文所未闻 从法律角度来看 侦查机关立案之后 可以收集证据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面的问题是 对武权进行立案侦查的时候 首先要求积奋犯罪事实 但是这个案件却完全没有 黄汉忠还透露武权在刑居期间 曾经在一个地下室受到逼供 连续48个小时 手脚被靠在审讯椅上面 长时间不让他喝水 不让他睡觉 这种说法严重违反了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而现在武权被拘留两年半之久 得到的却是要再求14年半的结果 在连判决书都没有办法见到的情况之下 现在也不清楚武权的家属跟辩护律师 是否会准备上诉 今天我们下集中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